伯父 茶双汁的点心做得特别好 姑娘 你今天叫我来 不是简单地让我喝杯咖啡 吃点东西的吗 伯父你怎么这么说呀 那锦西是我的朋友 你是她爸爸 我请你吃点喝点不是正常的吗 上一次你是不是故意把 贺锦西的信息告诉我了 伯父你忘了 上次是你主动问我锦西的情况 我才告诉你的 你这么说太上人了 当面说谎话是啊 好认识啊 那既然这样咱就没话说了 就你这点伎俩 在我面前愣了点啊 伯父伯父 你别发脾气啊 有话慢慢说 你先坐下 你先坐下再说嘛 行 我这个人哪 不喜欢绕弯的 有什么话直接说嘛 伯父 上次我不是跟你说 有关锦西的情况了吧 那我明白了 你是想问 我那次跟你分开了以后 后来我对锦西做了什么 行 姑娘 你呀够狡猾的啊 也知道怎么利用人 知进退 我要是不看你这张脸 就听你这声音啊 还有你这个身形 我真怀疑啊 你才是真正的贺锦西呢 真正的贺锦西 伯父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那贺锦西是假的 是假的 虽然我不知道你过去是干什么的 你为什么针对贺锦西 我看在你帮过我的份上 我告诉你 顾家那贺锦西假的 苏元熙那个小贱子 怎么好端端地 让这个老家伙发现呢 以我对这个老家伙多年的了解 他肯定是拿到什么证据 不然不可能会怎么嚣张 不行 我得想想办法 伯父 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也不想隐瞒你了 我是针对贺锦西 那是因为他抢了我男人 你男人要是有钱的话 他肯定抢啊 我就是想问问你 你是怎么知道 顾家那个女人是假的 行 实话告诉你吧 我拿到了贺锦西的 DNA检测书 DNA检测书 我第一眼看到我就觉得不对 后来我动点手脚一检查 真跟我想的那样 我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非要扮演贺锦西呢 伯父你看着我干什么呀 你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你看那份简测书能给我看看吗 你想干什么 这可是我财路啊 姑娘想多了吧你 伯父我就是好奇也好奇而已 是你想多了 好奇也好奇 我刚才看到一个裙子 特别特别好看 你就说我有个问题啊 难不成他们连连手了 你说什么好呢 颜希 你有在听我讲话吗 没有啊 那我再跟你讲一遍啊 小薇 我们换一个地方吧 看什么呢 看什么呢 没什么 颜希 你让我来这里干什么呀 薇薇 对不起啊 不行 这次说什么都不行 薇薇 我今天真的有急事 我改天再陪你逛街好不好 你有什么事不能跟我讲啊 现在还不是时候 改天我一定一五一十地告诉你好不好 这样我下次请你吃饭向你赔罪 各种大餐随你选 顺便陪你逛个三天三夜 但是今天薇薇女神我真的有急事 对不起 好吧 不过 你要记住我说的话 一言为定 屁言的是口 屁言为定 好 那你先回家吧 去吧 大餐 别忘了啊 大餐 别忘了 住着 住着 谢谢你今天请我喝咖啡啊 伯父 就算您对我有看法 您也算我长辈 让我送送您吧 你可送送我 那行 走吧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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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儿就住这儿 行了 你就送到这儿吧 这别跟我上去呢 要不然不好说呀 那叔叔 我先走了 好 好 谢谢啊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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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好 拍照 不是我了 医生还在这儿 是什么 不应该做的 本贵仇 要不错 你就是这样的 那你做回事 人类的 你们说些什么其实不重要 反正结果只有一个 说说看呢 你不会让我好过的 才几天没见你进步真的很大 我的好妹妹 作为你的亲姐姐 我是不是应该为你做点什么呀 难道你之前所做的一些 还不够吗 你为什么要让爸爸来威胁我 没有什么为什么 没有用的棋子 就要尽快清理掉 不然它会成为 成功道路上的绊脚石 现在你就是这个绊脚石 但是如果你现在愿意 带着妈妈远走高飞彻底消失 我可以考虑重新放你一马 不可能 我爱西成 不管发生些什么 我都不会再离开他 那如果是顾西成自己不要你了 讨厌你害怕你怎么办 你为什么要这么逼我呢 是你在逼我 到时候我们怎么说的 你不会不记得了吧 现在是你勾引我男人 你还要置分我 你到底要不要脸 除了让我离开孤星以外 不管低任何条件 我都会尽力满足你的 你能给我什么呀 你现在拥有的一切 都是属于我的 满足我 我现在最想你满足我的 就是立刻去死 你能满足我吗 你就让我去死 何景夕 我们两个从小就分开了 长大之后第一次见面 就开始威胁我 用妈妈的命来威胁我 逼我替你嫁到顾家 我是你妹妹 可是你什么时候 顾及过我的感受啊 嫁进顾家之后 你让我做什么我全都做了 可是结果呢 顾及诚他不爱你 今天这一切不都是你 自己一手造成的吗 苏元熙 我真的是小看你了 你居然可以把这一切 说得这么顺理成章 你给我听好了 顾及诚他之所以爱你 是因为你叫贺锦西 而真正的贺锦西 是我 你疯了 站住 既然你这么有自信 那到时候我把那份 DN检测报告 给顾西成的时候 你应该不会过来求我吧 这些真的是你自己 一手策划的 对呀 那又怎么样 这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而且一开始我就改变主意了 我现在决定 就算你现在愿意放弃顾西成 我也不会放过你 贺锦西 你还有些什么下灾难的手段 尽管冲我来 但是你不要再伤害我的家人了 从现在开始 是不是 我不会再逃避了 我会再逃避了 安安 进来一下 副总 明天早上八点 让这个名单上的所有人 来我的会议室开会 行 我知道了 等等 派人叮嘱常志成 看看他跟什么人有来往 陈 陈副总 知道了 哎 少爷 回来啦 少夫人呢 少夫人她说和朋友出去逛个街 一会儿就回来 出去逛街了 跟谁出去了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好 我知道了 少夫人 你回来啦 回来啦 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我回来早就是为了陪你啊 你干吗去了 怎么看起来那么累啊 今天确实挺累的 有些人还自称自己是宅女 但是只要我不在家 她就自己偷偷出去玩 你好 是不是你 今天真的累 真的累 那累了上去早点休息吧 好 上楼歇着吧 喂 喂 我让你做的事情做得怎么样 好 另一件事吧 常副总确实在此前 有跟几个部门部长接触过 其他的没什么发现 果然被我猜中了 另一件事呢 按照顾总的吩咐 我已经安排下去了 明天都可以转时参加会议 好 按照原计划进行 怎么了 不是说累了吗 怎么不去休息啊 其实我最近都有一件事情想和你说 我就知道你有事要跟我说 什么事 说吧 我家里最近出了一些事情 需要一笔钱 可是我没有 多少钱啊 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呢 多少钱跟我说 我给你 一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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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觉得不太方便的话 没关系 一百万 正好咱们结婚之后啊 我也没有送你什么东西 没给你买什么礼物 你呢 拿着这个钱 去买点东西 拿着 拿着呀 医生 猴儿 哪有 A Q 那份签名书你敢确定 是你手下的员工 自愿交给你的吗 当然 很好 只要那份东西是真的 我就对你充满信心 人都到齐了吗 是的 郭总 人都已经到齐了 老子 连民书谁的提议 好 今天要是没人给我一个交代 那么从明天开始 在座的各位 以及你们部门所有的员工 都不用来上班了 顾锡城 我看你是不是疯了 你 你知道你刚才在说什么吗 是 你是想玩 你自己回家玩去 别拿公司的员工开玩笑 李老 你不要激动 冷静一点 因为不管你说什么 也影响不了我的决策 你 顾锡城 你别看你人无人流的 你们顾家就是因为 出了你这个败家子 你奶奶到今天 还在为你受累 好了 李老 李老 你现在年纪得大 该回家休息了 来人 请李老下去休息 你 你们想把我怎么样 我看你 你是反了你 顾锡城 你这里还有没有我 你还有没有我呀你 你们对我的李叔叔轻点 你 顾锡城 我看你是反了你 你跟你说 好了 现在清静了 有人想说话吗 我觉得你不配当神龙的领导人 说得好 继续说 你只顾自己玩乐 不顾公司的大小事业就罢了 而且我们在开展工作的时候 你只图自己爽快 担务公司项目的整体进程 而且 好了 你别说了 会议结束之后 带着你部门的人回家 什 什么 你说得的确没错 我是一个指挥图自己爽快的人 但是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部门连续三年的业绩不达标 就这个人 你们跟丢了七个项目谈崩了三个 我为什么要留一个只会吃饭 而不会工作的人在公司 还有谁 还有谁 鹿鹿 赵夫人 慢点 你今天收拾东西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一个手镯啊 没有 你再想想 银色的 很细这样扣着的 反正我刚刚收拾的时候 里面没有 你全都找过了吗 我找过了 要不一会儿我去洗衣房的时候 再给你找找 洗衣房 我去 少夫人 少夫人 别找了吧 还是我来给你找 方叔要是知道了 他嘴会骂我的 少夫人 找到了 终于找到了 我去 露露 这怎么这么多袜子呀 这袜子都是少爷他穿过的 马上就要扔掉了 扔掉 这些袜子看起来都很新啊 我们家少爷他有洁癖 穿过一次的袜子 他不会再穿第二次的 全部洗干净 苏妍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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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生气 让你这样跟我说话 让你生气 怎么不去死啊 我让你做公家少奶奶 你去死啊 做你的公家少奶奶 让我下地狱 让我下地狱 就算我下地狱 也会带你一起去 我好想不去死啊 你干什么呢 到底是不是他 我在这儿等半天了 你在哪儿呢 我在这儿啊 你在哪儿呢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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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东西呢 来 那我要的东西呢 DNA检测书是吧 往家里了 行 先把钱给我 我下次给你带过来 你是打算自己回去拿 还是我跟你一起回去拿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要是敢打 我就把它撕了 代表大家都不要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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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走 我带你去拿 带 我带 你带 你带 我带 你带